欢迎大家今天来到DeepLearning的技术知识讲座 我是主掌人Mars 首先呢,现在就是我介绍自己 我是来自波罗英的一名Death Scientist 现在主要两方向,第一个是Text Mining 举个例子就是从一些unstructured的这些text里面 比如说航空飞机的一些log日志中提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比如说什么东西坏掉了 或者是它怎么维修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帮助公司内部搭建一些基本的Machine Learning Service 那么在之前我们先简单聊一聊Data Scientist需要一些Skill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Domain Knowledge 这个呢是帮助你去理解你的这个problem 去define这个problem 然后呢是帮助你去设计一些你的model一些feature 对,在这之前我还想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就是首先大家对这个 如果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Machine Learning或DeepLearning的话 请打个一页 然后如果你接触过Machine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但是对DeepLearning呢了解不是很多的话 打个二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已经有了非常好的那个DeepLearning基础的话 打个三 谢谢大家 好好好 我看一下结果的话 二比较多 那就那就比较好 那么我们继续接 我们重新开始讲 第一个是Domain Knowledge 就是说帮助你这个 比如说我们经常对Machine Learning的熟悉同学发现 TentMachine Learning的话 很多工作都是在于一些feature 面上 那么这种Domain Knowledge呢 可以帮助你去design一些比较好的feature 用一些heuristic的方法 design一些比较好的feature 然后第二个呢是 又是understandard data 就是说你要去理解你的数据 你要懂一些基本的这个数学知识 一些概率分布 帮助你从Data里面提取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insights 会帮助你去在后面允许 或者什么model 提供一些很好的帮助 第三个的话 是你要懂一些Machine Learning 基本的一些实践的一些经验或方法 比如说如何去调整你这个参数 Machine Learning调参 或者是你遇到你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发现一些程序中bug 应该怎么解决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一个你要把你 Solution就是在实验过程中 一些模型转化成一个实际 实际Deploy 这个模型的一个能力 那么接着就是说一下 就是在这些大公司里面 作为Data Science 有关Data Science的一些职能 第一个就是Researcher Applying Scientist Researcher 就指的是有点像 我们发Paper 你要去研究一些新的model 针对具体问题 去研究一些新的model 然后做一些Innovation的相关工作 Apply Scientist 就是你要去对一些已有的model 做一些实验 然后去compare 这些model得到一个最适合于当前project的问题的一个model 然后第二个是Data Scientist Data Scientist 实际上反而对你这个 并不需要你对某些能力 或Deep能力 有非常强的要求 非常高要求 但是一个重要的就是 你可能你的统计或数学方面 方面要比较好 就是你的数学功底过硬 那么你能从Data中挖掘一些信息 然后第三个是Data Engineer Data Engineer的话就是主要是和数据库打交道 有点像DBA 就是说你拿到一个project以后 你要把和这个project相关所有Data 由这个Data Engineer负责帮你去提取出来 而且在这过程中呢 你需要去掉一些和这个problem没有关系的一些column 然后第四个就是Machine Learning Software Engineer 那就是把你的solution 转化为product 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我们聊了弦话聊完 我们说说今天的agenda 首先呢 我们聊聊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Taskflow 第二个呢 我们是为大家讲讲 这个Deep Learning的一些基本的模块 第三个呢 首先是介绍两个在经常用的网络架构 最后呢 是通过这个两个网络架构呢 去实现一个 完成一个application 给你一个图片 然后让商务产生 搞定它 进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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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呃 呃 首先聊一下Machine Learning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的是个大数据时代 但很多人呢 觉得Machine Learning就是个黑盒子 给你一个输入 就能得到你一个想象的输出 那么其实一部分人是对Machine Learning 抱有一些迟疑态度的 但是我们想一想 我们在呃十几年前 呃 我们是如何呃 去信任一个软件的呢 那经过这十几年 我们发现这个 其实对我们越来越相信软件 是因为我们 我们对软件经过了一些 成百上千万次的一些测试 也不是成百上千万 至少是几百次 或几千次测试 然后并且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会得不断 源源不断得到用户的一些反馈 使得我们不断去完善这个软件 呃 当然了 但是呢 传统的这个software呢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呃 程序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参数 一些值呢 都是一些程序员根据经验 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去hardcode的 那么这样的这个软件呢 呃 就很难去maintainable 去维护它 那也很难就是scalable 呃 因为当你的整个数据量变大的时候呢 这些参数呢 就需要重新重新去设置 那么现在假如我们把这些呃 这些参数全部换成一些 模块的话 那么我们就使得我们这个软件更加的灵活 有灵活性灵活程度比较更高 那么其实呃 模式能力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software 如果你对这个模式能力 经经过非常严格的呃 这个test的这个流程 像software去对待的话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呃 更加动态或者是根据data去自我调整的这么一个software 那么现在我们迅速把呃 目光从模式能力拉回这个deep learning 那这幅图呢 也是deep learning火的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就除了这个gpu的兴起以外 那么这一幅图讲讲的是一个image net的一个computation 那么就是给你一幅图 让你去判断这个图里面是什么的什么一个object 给就是就是给给给这个图打个标签 那么这个中复图从右到左 这个蓝色这个bar呢 代表是这个errorate 就是错误率 然后这个小三小型连接这条曲线代表是 曲线代表是这个deep learning 里面用的这个网络层数 那么可以发现啊 就是随着这个deep learn 随着这个网络层数越深 那么这个errorate越来越低 那现在比如说15年到15年 我这个可能不是最新的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人的平均的错误率 大概在5%左右 那么现在这个deep learning 可以在这一方面这个task上面可以做到比人还好 那么除了这个我们这个image classification 这个task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语音识别 或者是机器翻译之类的一些task 你看deep learning现在表现都比这个传统的这模式能也好 那么甚至有些比人类做的还好 那第二个呢 deep learning好处是需要你更少的feature engineer 那么就是说 第一个feature engineer 刚才说了也需要你很多domain knowledge 那比如说我在假如说 比如说我在波音的话 我肯定需要可能看懂这些飞机上的日制 那就需要我比如说懂一些很多关于一些飞机上零件的一些缩写 或者甚至有些东西需要你搞清楚它的一些构造 从而你明白它上下文关系 从而去设计一些feature 这对于传统模型能力model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当你的这个传统模型model 这个performance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的feature会设计的越来越复杂 那么我们一开始可能会用一些非常heuristic的方法 去产生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你用一些reput expression 或者说你根据一些比如说test 根据它一些原因啊 一些辅音一些字母 或者甚至它的character distribution 去产生一些非常简单的feature 但到后来呢 我们会发现如果不要boost你的这个performance 甚至有些时候你需要阅读一些paper 用一些其他一些model 去产生一些更加复杂的feature 比如说你用一些clustering之类的 那么这个产生问题就是说 你整个experiment的这个pipeline 首先会有很多的hyperparameter需要调整 那么使得你整个experiment的周期非常长 然后第三个就是更多data和更深的网络 等于更好的resul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传统的 按照说就是data越多质量越好 我们的performance越高 那对于传统的模型来说 当你为data遇到硬程度 时候它的performance就接近饱和 到达一个平台就是plateau 然后但是呢 对于deep learning来说 你费的越多data 对于一个比较大型的教师的网络来说 它的部分是越来越好 那么为什么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为什么这么powerful呢 那有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serum去保证它 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虽然这很学术啊 大概缺我也不细讲 但是我缺出两个比较重要的keywords 一个是layer 一个是activation function 几乎几乎 大概讲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一个非常简单的neural network 它只有一层hidden layer 那么实际上是两层neural network 一个hidden layer加一个output layer 然后如果你它里面的你的记忽函数呢 是nonlinear的情况下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neural network呢 去模拟去approximate去任何这个连续的function 那这个说那么多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我们最基本的neural network 那左边这个呢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最基本的neural network的网络图 那么这个圆圈呢 不同颜色圆圈呢 代表是neural network的neuron 那么这个neuron里面呢 就会有一些activation function 就对我们hidden layer和output layer来说 它有一些activation function 那么input layer是没有的 然后对于每一层来说 这个layer1和layer2中间的这些箭头 代表是它这个网络的weight 那么就是可以理解这为是网络的全值 那么我们每一层呢 都可以理解为是一层的feature的变换 就是feature expression 那么右边这幅图呢 那就是我们讲的举个例子 就是说现在给你 给你这么一个problem 那就是给你坐标上给你 就是这个二维图上也很多点 那么它有X轴Y轴二维图 那么每个点呢 对都有它对应的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假设你的这个neural network input 是一个你的坐标的二维的一个vector向量 那么输出呢 是一个三维的向量 每一维代表它的一种颜色 那么实际上这个task 实际上就是把一个二维的一个向量 mapping 到一个三维向量上面 那么中间我们可以这个vector 就通过一个function 去mapping到这个三维的向量 那这个时候neural network 相当于通过这个task 这个supervised task 相当于去模拟一个function mapping function 那么deep learning 相当于这个neural network呢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那就是它的层数变得更加多了 但是这是概念上的 那实际操作中呢 肯定你需要一些task 来让它这个deep learning 能够真正的去学到这个海量的数据 OK 现在先停一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 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跟进一下 就关于刚才讲的 刚刚有同学说 如何选择layer的结构有多少层 或者每层多少节点 这个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 学术界呢 有很多最基本的一些 他们通过很多实验 得到一些非常标准的一些模型 比如说 从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幅图 比如说这个xnet 还有这些vgg googlenet和resnet 这些呢都是一些 假如说你现在做一个image的caskation的话 你往往通常都会是他们这些模型 因为这些模型都是在实验中选择一些 通过它的比较 选择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层数 和每层的节点是多少个 那我们继续来讲这个tensorflow 那么刚才我们讲完了这个caskation network以后呢 为了让大家快速的去熟悉着tensorflow呢 我在这边做了几个 关于tensorflow的一些术语的映射 首先呢 这句话呢 是从它官网的documentation中给抓出来的 那么大家读一遍 首先它就说它是一个 首先是开源的这个software library 它并没有说它自己是个deep learning library 因为它可以做除了deep learning以外 其他的关于有关任何这个矩阵操作的一些task 那么就是 然后说它是用一些dataflowgraph做一些数值计算 那么现在我们说第一个关键词就是data 那么data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这个neural network 那么这个flowgraph的这个输入和输出 就是input和labels 那么这flowgraph呢 就是它里面建图的一个模型 我们又可以加做computational graph计算图 那么我们可以把理解为对应为neural network 然后这个nose呢 可以理解为是neural network里面neuron 那么这个mathematical operation呢 可以理解为是它的几乎函数 然后这个edges我们可以理解为 这个graph的edges 会理解为neural network里面connections或layer 最后一个这个讲一下这个multidimensional data rate 那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多维的数据数组 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network的参数 然后它有个更fancier的名字呢 叫做tensor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tensorflow里面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把大象放入冰箱呢 需要三步 那么我们在tensorflow里面去create这个深度学习的model呢 只需要两步 那第一个呢就是建立你的这个computational graph 第二个呢就是run的computational graph 反正说等于没说 那么举个具体的例子 还是刚才那个supervised task 给你一个二维的坐标 让你产生一个三维的这个label 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首先是来build这个computational graph 我们看到首先这个xy代表数据刚才说的这个输入和输出 那么这个tf就是tensorflow.placeholder 这个定义的一个这个输入输出的接口 你可以相当于就是你有个这么一个graph 它只有一个输入 它的所有输入就是你外界给的这个 冠进去的这个data都通过这个x来输入 那么你这个所有的graph都产生的一些data 都通过你的y来输出 然后接着这个wxh和why呢就是我们这个刚才说的 那个两层neural network里面的就是input layer到hidden layer的这么一个矩阵 也就是它的edge就是它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multidimensional array 那么这个why呢就是hidden layer到opt layer这个权重 那么我们把这个值呢是存在了这个叫tf.variable这么一个变量率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neural network倒是我们会就是会更新嘛 那么neural network更新的时候 那么tensorflow这框架是默认对所有的variable进行更新 所以基本上通常我们是想把一些我们想要训练的一些网络的这个参数把它存在这个variable里面 然后下面这两条呢就是就简单的就是矩阵相成嘛 相当于就是把一个输入的x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权重这个矩阵 把变换成了一个hidden layer然后我们这个hidden layer呢通过一个sigmoid 就最基本sigmoid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这个几乎函数 然后产生了下一层的这层的输出产生下一层的输入 那么最后以此类推经过了一个opt layer 那么从hidden layer经过矩阵变换成的opt layer 然后最后通过一个softmax的输出变成了一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就概率分布 然后这个我们通过一个叫cross entropy的这个loss function 来计算它一个loss 那我刚才可能讲了大家有些听不懂的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现在是learning rate 我们通过这个它自带的一个train的optimizer 去复给了这个variable 那我们现在看出来我们build了computation graph 但实际上我们做完这些操作以后呢 并没有 其实就是我们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我们只是构建了这么一个图 但是我们另外忘说了 这是python的一个api 那我们比较一下如果我们平常用python写代码的话 那都是立即执行的 但是实际上程序到这里完全没有执行任何的 而做实际的任何的有价值的事情 那只是建立了这么一个computation graph 那我们的输入输出呢 需要通过你们从外界去灌给这个 你这个x的输入 那我们看我们如何去runcomputation graph 这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tf.session tf.session的话相当于就是 tf.session给你开了空间 把你这个computation graph里面有关的所有东西 全部存在了 存在的session里面 那如果你给这个session 如果请起个名字的话 那么就是每个session它是独立的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session里面 你可以和另外一个session里面的那个variable可以重名 但它们在memory上面的存属的那些数据是被隔离开的 然后首先我们需要接着呢 我们用通过这个session run session run 其实就是不明实地就是run 你这个computation graph 那么首先就是需要你去initialize你所有的variable 那么我们在上面看到这个variable呢 就是这两个矩阵 就是网络的权重 那么这个权重就是我们需要initialize这个值 那么紧接着呢就是 这epox就是你过多少遍你所有的数据 那么我们这个twin step和loss相当于就是 相当于就是相当于一个输出 那么你调用了这个twin step和loss的话 那么这时候相当于你这个网络开始开始流动了 那么你需要给这个网络去灌一些值啊 那你这个输入就是你的x 那x我这边审缺很多代码 x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一个输入的一个矩阵 那你的y就是个输出的矩阵 现在暂停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 有人问tf.nn的sigma是什么意思 那个nn可能就是我理解就是neural network 起来一个package name吧 然后我然后同学刚刚说的那个二维变三维 我这边说的这个二维呢是一个输入的vector 是比如说你的这个点的xy 那输出呢就是三维代表是每一维代表是这个点的颜色 那就是红黄蓝 那么红呢就代表是100 蓝代表010黄代表001 global variable initializer里面并不读任何数据 它只不过是在你当初你在建图的时候 那建图的时候你这边给了它一个预定义的这个这么一个数据 但实际上它是没有执行这条的 它你的那个里面就并没有实际产生 而是你要通过这个initializer以后 它这个tenderflow这个variable里面才会有这么一个值出来 对这个刚才刚才看到这个feed feed dictionary就是一个输入 这两个都是输入 然后这个feed dictionary就是专门给你做输入的 那么这个x就是我们在做那个supervised data的时候 这个x就是你的这个data y就是你的label lots function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我们今天晚上讲 因为下面下面还有更多的实力 然后我们说来tetherflow的一些特点 首先它是symbolic computation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变量它是以符号化形式的 比如说你写一个x-y 如果放在tensorflow这个图里面 你去print这个x-y 你不会print任何东西 你需要显示的调用它的variable 点eval 它才会显示的出现你这个结果 去显示去算出这个值 这么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你相当于是用一个符号去搭建你这个网络 那么你这个灵活度就非常高 我们知道一些像一些那个框架 比如说touch或者是cafe 那么他们做比如说做卷积行网络的时候是非常好的 速度也非常快的 但是他比如说他在做这个rn的时候 就是说做一些循环神迹网络的时候 还是会受到一些局限 因为rn的话是 就是说它是一个图形式存在的 不是很清楚我们后面会接着讲 然后下面一个是autodefreciation 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旦你图形好以后 你调用刚才那个train 我们刚才那个train的gradientoptimizer 它会自动带你网络算出这个每一层的这个gradient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bip propagation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loss通过每一层的gradient 给proprogate回去 然后呢去迭代更新你这个网络的权重 那么在我们做一些非常简单的这个neural network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去手算这些loss 手算这些neuron的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的这gradient 但是当你的网络非常复杂 或者是非常深的时候 就不怎么scalable了 所以如果有一个自动帮你自算gradient的话 是非常的舒心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multi GPU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像这种symbolic的computation 或者auto-deficiation的话 很多框架都是具备的 那比如说你像Ciano 它其实都有这些功能 但是呢它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只能用单核GPU 这边说的单核GPU 是指它这个框架所支持的单核GPU 你当然了你可以通过自己去 自己去做些trick 使得你跑sino可以在多核上跑 但是呢它自己本身自己框架 如果你给个程序的话 它只是支持单核的GPU 那么对于这个multi GPU的话 它分成两种 一个是data parallelism 还有一个是model parallelism data parallelism什么意思呢 就是 那么data parallelism就是所有data 在这个有好几个GPU上面 那么存有这个model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每一份那个 sorry我说错了 那就是说在GPU上面 我们有modelGPU 每一份GPU上存有一份相同的model 那么呢我们把data 如果来一个data 如果来一个data 我们通过一个主的CPU 然后把这个data呢 分成一个个batch 然后把这个每个databatch 这个每个data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batch呢会进入每一个GPU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每个GPU上面有一份 都有一份主的model上面的copy 那么我们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同时迭代 同时计算是independent计算的 那么我们把这轮这个model迭代完以后呢 它的更新的这个gradient呢 我们把它重新汇总到我们主的这个CPU上面 然后我们由这个CPU呢 再把这个我们所有gradient全部加起来 然后再全部传 依次传给其他的同时传给其他的GPU 然后其他GPU呢进行自己model迭代 自己model的更新 所以相当于就是在每一次就是每一轮这个batch结束时候呢 这个所有GPU它需要大家需要synchronize一下 需要相互等一下 然后这边结束以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更新好的这个gradient呢 全部传回给这个CPU 这是data parallelism 然后这个model parallelism呢 就是说现在GPU上面 每个GPU上面的数据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它的model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你说neural network 它每一层是对前一层是有一个dependence dependence的关系存在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像那种工人做流水线的方式 那比如说你这层这个data做完了 那你这层是这个GPU负责这一层 那么另一个GPU呢 负责我下一层的这个计算 那么比如说你这个 这层我比如说我每一层的layer 每层这个就是一个工人 那么这工人加工完以后 我把这个东西这data扔给下一个工人 那实际上每一个GPU拿到的 我们通过这种流水线方式实现 同样会实现一种就是data的这个计算的并发 就是data parallelism和model parallelism 大家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我们如果是你做这个对于multi GPU的话 它没有parameter server 那么对于这个distributed的这个多个多台电脑的话 它会有个主的这个parameter server 作为你这个synchronize所有update的这个 这么一个master 那么说完我们说一下这个正好说到这个分布式的training 和这个model GPU training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这个首先就是这个分布式这个training的话 如果在这个GPU数量是一样的情况下 肯定是不如model GPU快的 因为我们知道机器之间相互通信的话 就需要很多 也需要有一定的overhead 那么distributed training 总的来说是比multi GPU更容易scalable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能用到更多的CPU资源 然后第四个特点就是tensorflow提供了一个叫tensorboard 就是帮助你去可视化你整个training process 这里说的这个训练过程相当于就是说 可以帮你划出你这个loss function的变化过程 即时发现你的这个下降趋势过程中有哪些异常情况 然后可以即时 不用不用不用让你把整个实验一次性全跑完 你才能发现这个问题的所在 比较省时间 第二个呢就是说会把你这个computational graph呢 以图的形式展开 让你让别人或你更好的像别人 或者自己更好的去看这个图的整个架构 那么说为什么这个tensorflow非常的流行呢 第一个无关之一就是我们有这个google的支持 那么比如前段时间 以前这个deep mind用的是touch 然后touch那时间非常流行 那么现在这个deep mind呢转向了这个tensorflow 所以对这也是有一定影响 然后第二个呢是tensorflow支持非常多的一些features 这规功于它这个首先它是用的是一种computational graph的这么一个机制 第二个呢是它除了这tensorflow这个架构以外呢 它周围有很多其他辅助性的一些工具或插件 比如说有一个像叫tensor slim 就相当于把所有的API呢帮你再进一步抽象化 让你像用sql一样的更加方便去用这个tensorflow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 就google的这些工程师他们做的这些documentation 或者API是非常友好的 你在tensorflow官网你会看到很多tutorial 甚至里面感觉很多东西比我这边讲的还要好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社区环境 那比如说你新出来一些非常好玩 关于dp非常好玩的东西的话 你没过几天你在那个gitHub上 可能就会找到tensorflow的实践版本 那比如说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一个new year style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在那我们提到了在 不论是我们在刚才在我们那个universal approximate theorem 还是在tensorflow的介绍里 我们提到了一个都提到了layers和activation 这两个keywords 那么这两个实际上就是the deep learning 那两个组成的building block 那么首先我们介绍一下非常基本一些基本的activation function 那么我们现在首先在此之前呢 我们要提一下 又回到刚才我们这个task上面 我们会发现这些点呢 它不是线性可分的 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通过一条线来把它们区分开来 或者两条线三条线把区分开来 而是你要去用一种非线性的这种曲线才能把它分开来 那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我们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所有的一些 几乎函数呢 它都是非线性的函数 那么假设我们把这个刚才说new year network的几乎函数 换成线性函数的话 那么我们会发现你实际上这个new year network 像只相当于一个 在这里面可能只相当于一个 类似于logistic regression样的 这么一个分类器 就是线性的分类器 就无法展示出它这个new year network的强大 那么这就是 几乎函数的一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首先我们学生说的sigma sigma是最经典的 但是也是现在最不常用的一种几乎函数 它的值域呢是从零到一 那么是从负穷到正无穷 定义域呢是从正无穷到负穷到正无穷 那么这个sigma也提出呢 早期也是因为生物学家觉得这个最符合人脑 这个neuron这个激活的这么一个特点 但实际上它有两个非常不好的缺陷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会发现当这个输入和输出非常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函数的协率 也就是它gradient会趋近于零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输入输出变大的话 你在back propagation过程中呢 你无论你的loss或者你的输入有多大 但是你最后由于你的gradient太小了 你的这个协率太小了 导致你的wait呢变得变化非常缓慢甚至不变 那么这个problem我们可以叫它是叫vanishing problem vanishing gradient sorry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sigma也发现 它是以0.5为中心对称的 那么这是什么一个不好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输入都是就是它的所有 对于所有的输入输出来说 它他们的输出要么就是这个activation的输出 要么全是正要么是全是负 说错它的这个activation全部都是正数 对吧 那么在它的这个back propagation的时候呢 它会根据你的这个y值 要么y值的话可能是 比如说你大于0.5的情况下 你可能back propagation的时候 你这规定全是正的 那么小于0.5情况下 back propagation的时候规定都是负的 那说明就是想说的问题就是说 你的这个weight变化全朝的是一个方向变化 那么要么全部朝正的方向变化 要么全朝这个负的方向变化 那么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假设现在你有我们上一个二维的这个weight 那么这个weight呢需要你这个其中一个weight变大 然后另外一期另外一个weight呢变小 他们是不同的方向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达到这个optimal这个weight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话 你可以就是刚才说optimalweight的话 就是你可以一步到达 就是如果你的比较lucky的话 就是一步可以到达这个最佳的weight权重 但是对于这个sigma的话 由于它每次都是朝同一个方向 去变化 那你可能需要那种zigzag需要很多次的迭代 才能到达这个最佳weight 也就是说收敛会变得很慢 那么这个相当于第一个问题来说还好 没有第一个问题严重 那么第二个这个10h呢就是hyperbolic tangent 它这个可以实际上可以通过这个sigma 进行变化变换把它变成就是这个以0为中心 对称的这么一个几乎函数 那么它这个当然解决了刚才那个第二个缺点 就是收敛比较慢的问题 那么它同样也有一些vanishing gradient的问题 但是呢相对于sigma没有那么严重 第三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激活函数 叫relu 它是非常简单的可以分断函数 那么就是小于等于0的情况下 所有激活都是0 那么大于等于大于0的情况下呢 都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函数 那么你看到这是一个cancerflow的一个api 非常简单 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不存在那个vanishing gradient的问题 因为无论你的这个x是怎么变大的 大于0的情况下 它的固定呢始终保持是一个常数 那第二个呢就是计算非常的快 因为你看这个计算量和刚才我们这个tanh和sigma也相比的话 那些就是指数级函数相比的话 少了很多的那个运算时间 那么它也同样呢 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你小于等于0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激活是0 那这个是有利有弊 什么叫有利有弊呢 有利的情况下就是说 如果你的wait初始wait 初始化非常的好得到的话 你的整个网络学习呢 是有选择性学习的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这更新是一个非常sparce的更新 那么会提高你整个model的这个泛化能力 泛化能力意思就是说 你train的非常好 你test的也非常好 然后这个但是如果不好的是 当你这个wait initialize不好的时候 就比如说就比如说 大部分的wait通过你的 大部分的你这个x就输入 通过你就wait转换 转换就输入激活时候 都是小于等于零的 那这个时候它的输出是零 交还数输出零 交还数输出零导致到时候 你的bibducation的时候 你的gradient也是零 那radient是零话 又导致你这个你的wait是不会变化的 那么就是说 你这个initial一旦不好的话 它是没有那种自我恢复 自我调节能力 也就是说 你是苦心的设计得非常好的 这个网络 那么你又肯定有80%的网络 因为它这个几乎是零 导致你 你没有任何更新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网络 没有学到 就是很大部分就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所以就是这个initialization 对于这个relu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softmax呢 简单讲就是一个logistic regression的extension 然后呢 它是把我们这个neural network op layer的一些值 是个vector一个值 把它全部压缩到 一个0到1之间的概率分布 这个是帮助我们在做classification的时候 特别的好 因为它还不光能帮助你去选择 那个最大的概率 还能提供那个概率值 也就是我们相当于是confidence score 甚至对于是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 下游的一些应用有帮助 这个现在就不展开了 我看大家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layer的这个operation 那首先我们讲一下最简单的这个全连接层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神经网络 两层的神经网络 那么它的neuron都是通过这个全连接层给连接起来的 全连接层顾名思义就是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inputlayer这个neuron和下一层的neuron都是有连接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inputlayer呢是三个inputlayer 三个inputneuron三围的 和我们这个hintlayer呢有四个hintlayer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矩阵呢 input这个weight的矩阵呢 是三乘以四的这么一个weight的矩阵 那么假如我们在tunflow的话 简单就是一个数学的矩阵变换 那比如说我们输入是一个三乘一的vector 那我们这个矩阵呢是一个四乘三的这么一个变换的矩阵 那我们得到这个hintlayer呢就变成一个四乘一的这个vector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outputlayer这层的变换 outputlayer就是一个二乘四的一个矩阵变换 那么我们二乘四乘以这个hintlayer 四乘一变成了二乘一的这个output的vector 那讲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把全联线层理解为是一个feature transformation的过程 一个feature extraction的过程 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在下面还会继续用到 那么我们这个卷积层 现在说过卷积层 那首先说一下什么是卷积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符上面 我们从二维开始说起 那比如说给定那个 这个绿色呢代表我们的输入 我们假设是一个binary的这种二次化的这个image 然后我们这个黄色呢 这个patch呢就会理解为是个filter 就是个过滤器 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色理解为是一个feature extractor 那么我们看这个动符会非常清楚 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三乘三矩阵和这个绿色的这个里面的三乘三矩阵重合的时候 我们对应做这个二维的这个dogproduct 然后我们产生那个新的这么一个数 我们通过滑动这个黄色这个filter 先从左到右再从上到下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矩阵 那么这个output dimension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滑动的这个不长实际上是1 那么我们原始的这个filter的dimension呢是3乘3的 那么我们这input呢是5乘5的 那我们在没有padding的情况下 什么啊 你知道还没有讲完 就是说假设我们这个filter没有滑出这个image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个filter最多滑两次 滑两次 对吧 然后包括第一次我们第一次这个没有动的这个黄色这个filter 我们相当于可以生成三个数 那么对应宽是生成三个数 然后对应这个 长度是长竖着的这生成三个数 那这3乘3 生成一个3乘3的output 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个padding是什么意思呢 padding就有两种 一种是比如说你这个image你滑到了比如说我们4乘4的image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长是三的滑 原来是1嘛 现在不长是3 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image一次的不能滑动 因为滑一次你就滑出了这个image了 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个SIM这个padding的话 那么这个API会自动帮你在这个image周围嘛 再加一圈就补全这个就最右边 会帮你补全一圈0 这样呢会保证你能把最后一次残缺的这个卷积做完 然后Value的话就非常简单就是说如果你做不完最后一次卷积的话 他就把最后的这个边框这个border给全部裁掉 那么我们右边呢 说完这个卷积 我们还需要说一下他这个API的各个的参数 就是Tensifoto的这个二维卷积的一个API 那么我们主要讲的是四个参数 input就是输入 输入的话有四个参数 一个是batch batch代表是你这一轮你有多少张image 那么我们为了讲课的方便 我们把这个batch设为一 然后这个height和width对应了这个image的长和宽 然后这个channel呢 channel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看image的时候 实际上实际的image是有红黄蓝三种颜色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你看上去是一幅图 但实际上是三幅图 那么我们把这个channel理解为是信道 就是说你不同信道的话是有不同的information在里面 那么后面会接着再讲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filter filter就是黄色的这个过力器啊 它的前面的height位置就是它的长和宽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就是三乘三 然后这个我们又看到channel 这个channel和这个输入的channel和输出的channel 我们这时候我们后面 我们简单的建议了解这个参数 然后后面会以图的形式给大家展示整个过程 然后这个stries不长 那么这个不长是和我们这个input相对应 就是说你要在这个不长对应到我们这个input的这个dimension 那比如说batch我们对于convolution来说 第一维和第四维必须是1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希望这个图啊 图肯定我们不希望漏过任何一幅图 那我们每次肯定只1一格 然后这个stries 然后二维第四维的这个1呢 我们后面会解释 然后这个二维和第三维的这个stries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所说的这个我们在滑动我们这个filter的时候 每次在长这个维度上是移动几格 然后在宽这个维度上一共几格 那在跟我们刚才左边这幅动图的这个例子上面来说 它就是stries1 然后它的pating呢就是valid 然后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这个首先了解一下这个convolutional layer 那么刚刚我们说了这个image实际上它有红黄蓝三种底色 那么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原来是一个二维的image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读到我们的代码里或者机器里面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 这么一个volume 这么一个块 那就是我们先举例子 它假如说我们的image是32乘以32 那么加上它的三原色 那就是32乘以32乘以3的这么一个volume 我们把三这个维度称为它的这个image的深度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32乘以32乘以3 理解为是一个image原始的这么一个feature volume 理解它是一个feature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5乘以5乘以3的这个filter 什么意思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5乘以5代表是 刚才是二维的这个filter的长和宽 那么这个3它必须和这个image这个depth是一样的 必须相同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接着会继续讲 那么我们去滑动这个filter 和刚才我们这二维图一样去滑动 那么滑动过程中呢 这时候我们就是这个filter的volume和这个imagevolume 重合到这个三维的这个dot product 那我们想想想三维到这个product 你可以先把这个三维的这个volume给拉成一个vector 然后其实也就是vector和vector到这个product 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必须这个三和三是必须相同的呢 我们可以拿人眼做对比 就是说我们在看一个image的时候 我们看image的话是有一定顺序有一定规律去看 就是然后呢 但是这个image它这个三个信道的信息 其实同时进入我们这个人脑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滑动这个过程中 我们希望去capture一些local feature 但是对于这个信道来说呢 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信息全包括带进去 包括进去 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图像的信息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十二就是五乘五乘以三 这个filter volume在上面滑 filter volume在上面滑动的时候 每滑动一次产生了一个数 就是一个数 因为它的这个depth这个地方也被用作的是这个product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当这个滑动完以后 我们会得到一个28乘128乘1的这么一个transformation以后的一个feature map 也就是如果加了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的话 那它就是activation map 那么这28乘128乘1怎么来的呢 那刚才我们说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三和image这个两个三肯定是因为它这个depth被消掉了 所以它depth变成1 那么这个32乘以32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初始的这个filter 我们这个filter最多可以滑动 32-5 那就是27次 那么假设我们这个这个不长是1 那么我们在横轴和纵轴都可以滑动27次 加上原先第一开始那个没有动过的那个filter 那么一共是滑动28次 那么每次它就会做一次这个feature volume的这个depth product 然后产生了一个数 那么我们就是横轴纵轴各滑动28次 那么产生了28乘28这么多个数 然后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5乘5乘以3拉成一个facial vector 我们在实习中也是这么做的 然后32乘以32乘以3上面可以对应有一个5乘5乘以3的image volume 它也被拉成了一个facial vector 那么这两个facial vector进行到product 我说错了刚才那个filter里面是它wait 是它parameter 是一个parameter的vector 然后和这个image里面这个5乘5乘以3对应的这个facial vector 进行到product生成的一个数 我们怎么理解呢 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图里面所有的 单于这一块location这块的信息 进行linear combination的一个组合 那么现在我们假设是一个filter 在这个filter里面 在移动过程中呢 它是和所有的location共享这个filter的 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filter 不足以capture所有的它的feature 那么我们要多来点filter 那么假设现在来6个filter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产生6块 这个28乘以28乘以1的这么一个激活的这个map 那我们把这个map进行压缩压扁了 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facial volume 那么这么我们看的输出 那就是28乘以28乘以6的facial volume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卷积层主要做的事 我们把一个image的volume droppixel的这个feature volume 转化为一个新的一个feature volume 这个feature transformation的过程 那么将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参数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in channel 这个input的这个in channel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原始的这个 不一定是原始 但是我意思就是说 那个feature volume的这个depth 这个深度 那么这个filter 我们看到它同样也是用in channel 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和这个input in channel的维度是一样的 那么output channels 其实就是你的filter的个数 你有多少个这样的filter 其实我是很想一边就说一边回答问题的 但我可能时间不够了 我得先加紧一下 不好意思 那么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全连接层去extract feature 我本来还要问一下呢 这个呢其实就是答案就是 就是it depends 就要看情况 我们从留下两个角度 第一个是参数的这个比较 首先我假如用全连接层去做刚才一幅图的话 我们可以想一想两两相连 那就是32乘以32乘以3 那就那个image volume 必须和28乘以28乘以N N代表是filter这个个数 就是我们这个output channel的维度 这么多一个parameter 而我们用假如是用convolutional layer的话 因为它有一个特性就是 你一个filter在滑动过程中 你的weight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么只需要用到5乘5乘以3再乘以N 这么一个parameter size 那么一看到这个convolutional layer 用的远远小的这个参数数量 那么这么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这个model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这么复杂的model的话 你要用到非常多数据去 为给这个model去训练 那么简单的model的话 那也不是说简单 就是并不是非常复杂的model的话 它的泛化能力更强 也就是说你在train上的 train完的这个model 在test的data上面 它的效果更好 就是能够体现出你train的这个程度 否则如果你的这个parameter太多的话 那么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 它可能会把你的那个输入data的noise 也给学了进去 因为它实在太powerful 那时候密密俱到 那有时候反而不是非常好 那么第二个是提到的fature 那么我们刚看了 在第一个parameter comparison的情况 肯定是卷积层是绝对领先的 没话说的 那第二个是这个特征提取取 我们像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和刚才我说的这个全连接层 那网络每一层实际上都是一个fature抽取的这么个过程 那么对于这个卷积层来说 它实际上是去抽取一些local featur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到它每次是用filter去滑动 只是去和这个网络这一小部分进行linia combination的操作 那么这个local feature呢 它能帮你抓取一些 比如说低层的卷积层 能帮助抓取一些人物的一些边框啊 线条啊 这些非常底层的一些细节 那么我们越往上这个抽取fature是越来越抽象 越来越 abstract 那么到最后 其实我们需要一层这个 需要有这么一层去把各个的这个分开的这个local feature给整合起来 全部合到一起 这样我们才知道 比如说在做image这个classification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image上每个piece 每一部分的这个每一小部分的这个feature融合到一起的时候 然后我们才知道最后 原来它就是这么一个object 那么这个global feature的任务 其实交给了这个全连接层来完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想想看这个全连接层转化构 这个vector hidden layer 就是全连接层的输出 那个hidden layer里面每一个数值 其实上都是前面一层所有pixel linear combination 那么我们把这个全连接层放到第一层肯定不合适了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全连接层放在这个所有这个卷积层结束以后 最后一层的最后一层 把这个从第一层流到最后一层 那么这个就非常合适了 相当于是抓取它的global feature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用了卷积层 什么时候用全连接层呢 是要看这个呃 我们是如何提取这个feature 那么最后呃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padding呢 那么padding呢 有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了 假如这个不常是3的话 那我们相当于我们的filter 动都不能动 直接把周围的这个 那个两两两列加两行全给扔掉了 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的丢失 是一个信息的loss 那所以呃 我们有个特例 就是当你的不常是唯一的情况下 并且呢 你选择这个padding 就是选择padding 让它加一圈边框的情况下 那么你的confl 呃 卷积 layer 卷积层它的输入呢 和输出是有相同的这个dimension 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 保留这个image 这个边框的这一圈信息 否则我们想一想 这个你 你这个 假如我们现在这个 三乘三的filter 去filter 5乘5的这个image 你现在filter完一次 变成3乘3了 你再filter一次变成1了 那么就5乘5的信息 全部砸合到 砸揉到这个一个点上面 您可以问而知 我们很难去 去预测一下出什么有效的东西 因为信息全部都混合在一起 讲完减计层 我们讲一下这个 持化层 那持化层呢 就比减计层要简单容易理解很多 它首先呢 它是个压缩我们这个 空间这个data的这么一个下采样的过程 也就是说 第一个首先它没有任何的参数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左边那张图呢 我们会发现 是个4乘4的image 二维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暂时不谈三维啊 就是还是用二维做这个例子 然后我们max pooling所用的这个那个filter呢 是采用2乘2的filter 然后它不常是2 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颜色 代表这个小正方形啊 那就是它每次这个filter所在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简单一件 我们比如介绍叫max pooling 那就是说在这个filter里面 这个patch里面 我们选择最大的那个数 所以说想而见这个结果是非常明白的 然后这个我们同样我们看这个tenderflow的API 我们关注4个非常重要的输入参数 一个是value 我们这个value可以理解为刚才我们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value啊 这kernal size stress和padding呢 和刚才convolutional layer的这个 这个parameter对应起来 但唯一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pulling在做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和depth和你的这个imagevolumedepth是没有关系的 你相当于是每个imagedepth呢 是相互独立的 你只是在你用一个刀去切 切一个横接面 那只相当于每次在这个横接面上面做max pooling 那么同样我们在做这时候我们做padding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valid也可以选择same 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的需要 那么说一下这个刚才pulling操作简单 但是实际上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 那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提供了一个对这个空间不变性的一个很好的这个特点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第一块红色这个filter在这块patch上我们选择了6 但现在假设我们可能我们这个对应到原图上可能是一个物体 如果这个物体现在移到了这个右下角 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的运气比较好的话 那么同样再次还能选择这个patch的情况下 那么依然它选择是6 不会是其他的东西 不会是其他的数 所以就是为什么能提供到basic invariance 因为有时候它这个图可能移动的时候 是被分开了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这个patch被分到其他两个patch中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这个第二个呢是叫 就大家显示意见刚才说的就是压缩一些信息 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我们这么一个backspooling 省去了75%的信息 相当于说我们把因为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在这个卷积的过程中 我们周围的每些点产生的feature 其实是有一部分是冗余的 因为我们相当于是我们在想到我们卷积的时候 会有些data 会用这一圈的data可能会和其他的那一圈呢 是有一些交集部分的 这些其实是冗余信息 我们通过pulling的话实际上可以 一部分是达到压缩目的 也可以把这些冗余信息给去掉 那么第三个其实和第一个有点像 就是说减少了这个对这个image 你们那些shift或rotation的这种敏感性 那么它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你做了太多的这个pulling的话 那肯定会lose一些performance 那会导致更差的这个更差的这个result 好我终于把这个dipulling的 磕磕半半的把这个dipulling的这个组成模块讲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先用这些activation 结果函数和这个layer呢 去搭一些我们dipulling常用的一些网络 那第一个我们搭的就是这个conlutional network 就是卷接实际网络 那么现在我们定义了这么一个task 就是我刚才说的image classification 我们给进了这张图 这张帅气 然后它的输出是个label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间解就是意思就是 这个这个原式就是日本的一种 一个人者家族啊 说些废话 然后我们首先对它进行conlution 那样操作 那么我们把这个image volume 也就是外表的size 然后反正长乘以宽 然后乘以它的乘以3 一般是3 然后呢 把转化成一个feature map 也就是feature volume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对这个feature volume 我们进行下采样 进行降维 那降维其实也是一种 以stract feature的过程 那么我们把这个降维完了以后 再进行一次这个conlution layer 卷接存 然后最后再进行下采样 然后我们把下采样的结果 这个时候是一些很多local feature 都是local feature 我们通过这个全连接层 我们把这个local feature 汇总成 相当于是global feature 然后我们把这global feature 呢 再通过uple layer 输给我们最后的输出层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softmax的几乎函数 把它给quash到 把这些uple layer score quash到这个 这个0到1生成的概率 那么可能我们这个我们输出的label里面有很多layer 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间接所属的那个vector 这个dimension的这个概率呢最高 那我们选择这个作为它的label输出 那我们就选择这个作为它的label输出 所以刚才我刚才露了一个softmax的layer softmax的layer softmax的layer可以简单就理解为是一个全连接层加一个softmax的activation function 就是个softmax layer 那么简单讲下这个CNN在telsofo里面实现 我这当然也是解取了一部分 因为太多了 讲不完 然后也讲不清楚 首先这个有两个网络的参数 一个是weights 一个是bias 我们可以把bias先略过 就为了保证完整性写的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通过telsofo里面variable 把这个weights呢全部存在这variable 那么这个我们给它一个randomnormal 相当于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那么这个5乘5乘1乘32 相当于这5乘5 这个忘了说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wce wcr wde 第一不是wce wcr 那其实它都是一个filter 就是两个filter 那filter什么意思呢 就是5乘5的size的filter 然后呢 它input 这个时候它image input的是1 那就是它的depth 其实是1 那么我们现在有32个filter 32个5乘5的filter 就是wce 那么对应呢 那么对应呢 这个wcr呢 就是 默认它那个前一层的那个future volume 肯定是一个呃 乘乘宽的乘乘32 depth 深度为32的这个filter volume 那么这一层它这个filter呢 就是64个5乘5的filter 然后对应又产生了一个filter volume 然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产生的这个filter volume 我们现在讨论的batch-sized 那个image batch-sized都是1 然后我们把这个filter volume 拉成一个vector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和fully connected 这个全联线层对接 最后呢 我们再进行Upload layer 就是把它这个 把这个pint layer的维度 转化为这实际的这个 我们要预设的class的这么一个维度 就定义它的网络的参数 那么对应到刚才我们这个图片 就是说我们第一层 wc1 那就是这个feature map里面的这些weight 那么wc2 那就是这层 第二层 那个卷起层的map里面的weight 我们pulling操作里面是没有这种weight 然后wde呢 就是全连接层第一层的这个weight 最后一个output out就是这个输出层的这么一个weight 那么我们稍微把这个 呃 呃 呃 参资幅这一边稍微封装一下 我们把这个卷积呃 卷积操作给封装一下 那么看看我们选择这个padding呢 是用的是theme 也就是说要加一圈padding的操作 然后这个stress刚才说的这个第一维和第四维必须是1 对吧 我不多说了 然后这个stress呢 也就是说你每次滑动在horizontal和vertical的这个每次移多少格 那么同样把这个pulling给封装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现在把比如输入x 我们把reshape成四维的tensor 那么第一维呢 代表的是batch size 那batch size如果是c的情况下 默认就是说它根据呢 这个实际输入去inferred 那么这个28x28就是这个image的长后宽 那么1呢代表它daps就是 就1嘛 就二维的这么一个volume 然后我们经过第一层的卷积层 然后进行下采样 它的这个每次移两格 然后是第二层卷积层 然后再进行下采样 然后这个操作就是我们把这个三维的这么一个future volume 拉成一个一维的vector 然后呢 下面这两层其实就是我们的standard的这个neural network的套路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忘说了 不好意思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网络的这个激活函数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肯定选一些比较流行的这个velo 这也没什么好说了 那最后我们就把这个oplayer的score呢 把它通过softbex的这个几乎函数给压成了这个0到1的概率分布 这个我们相当于把这个图件好了 当然我们这个我漏了一些东西 比如漏什么呢 比如说我怎么算这loss都没说 然后呢 我怎么去生产这个train的这个optimizer 我也没说 因为因为感觉讲太多了讲清楚 我们先剪一些重要的剪较 然后我们去跑这个computational graph 那这个computational graph 其实和刚才我们的那个两层new network是一样的 差别并不是很大 我们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个session 那么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变量的一些东西全部存在这里面 跟我们定的图啊什么的 全存在这个session默认 然后我们在这个session里面 我们还把这个global这个variableinitializer给initial 为什么叫global呢 因为当我们没有 我们看我们这个我们在建图的时候 并没有用任何的认定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trainflow它有一张默认的global的session在里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session里面团有什么没有 它其实是global session 那么就默认的session 所以我们用的global这个initializer 或者把这个图里面所有的variable全部给数值化好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为此这里面的实际上所有值都有了 然后我这个简写产生了这个traindata 然后通过这session wrong去把这个输入和输出 就是这个label和这个dataimage给 为给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计算网络 那么这个pred呢 就当于它其实是里面的一个图里面的变量 一个输出 我们去run这个pred 那就是说和pred相关所有操作都会 就数据会从这个全部流出来 那么得到我们这个pred 就刚才我们的这个pred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循环神经网络 循环神经网络的话 首先我们介绍循环神经网络 因为对于这个循环神经网络 大家肯定非常清楚 就是作为这个image方面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循环神经网络能做哪些task呢 那现在我们现在说这四幅图 足以左边的一幅图 one to one 就是一对一 代表就是说 对我们最standard的这个版本的这个new network 就最简单的new network 是一对一的 就输入一个vector 我输出一个vector 那么呢 神经网络可以做的 比如说第一件是是你一对多 就是你一个vector对于多个vector 相当于是一个vector 一个vector对应一个vector sequence 那么一个应用就是做image的caption 那么输入是一个image 我通过我的卷积神经网络 我可以把这个image抽取成一个imagevector 那么我对应的输出呢 那可能就是一句话 那每句话是有单次输成的 我每一个在每一t时刻 我预测一个word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wordvector 那么有一个imagevector 预测一个wordvector 那么这个wordvector 最后所有的wordvector连一起就是一个sequence 那么第二个是做document classification 那就是多对一 那比如说你的document有很多很多单词 每个单词都是一个wordvector 那么最后输出可能就是一个label 那我这个举的例子叫ata chapter 就是我们那个飞机一些log 会对它进行分类 那么它属于是哪一个章节的这么一个飞机的log 是我们的这个文文分类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多对多 多对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一个machine translation 就是机器翻译 也就是说你在每一时间课呢 你输入一个x 输入一个wordvector 那么这个wordvector会通过一个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 反正你可以理解为叫一个叫encoder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你把一个wordvector每次输入以后 我接下来会讲 那反正就是说你那么多wordvector 最后被它压缩成一个fixed的wordvector 是它的隐含层 那么你通过这个隐含层的wordvector呢 你会生成又一串这个wordvector 那每个wordvector对应到vocabulary里面就一个单词 那就是说我们通一句话对应到另外一句话 就是一个sequence true sequence的这么一个model 那就是安恩的强大质数 总结一下就是说它的输入输出可以是任意强度的 而这个在卷积形成网络是做不到的 它是一对一 那这个最简单的形成网络更做不到 那也是一对一 那么我们可以给我们 我们dep deeper一点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网络的架构 那右图呢 假设我们不看这个 这个拐过来的箭头 以及它里面的rn 那我们第一反应它就是一个最难的实情网络 那么它的牛逼之处在于它加了一层 就自己指上自己的这么一个箭头 那什么意思呢 假设现在我们的x红色是个输入 我们的y这个蓝色是个输入 我们这个绿色呢 它代表的叫短暂计的一种叫隐含的这个memory 我们可以把理解为一种memory 一种state 那么我们每次呢 去处理这个sequence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用这个 所谓的这个formula 去进行一次迭代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现在我们这个 我们的old state 我们的old state 就是这个 预测这种模块 存的一个old state 和我们每次新进来的这个输入 会产生做一些linear combination 加几乎函数的这么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sound function 我们可以列为是几乎函数 linear combination 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全连接网络 进行对它进行的feature的这个变换 然后使这两个这个 预含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vector 和这个输入的这个x 进行结合 产生了一个新的这个 预含的这个vector 为什么我们要在 要有一个预含的这个 这个state 这个状态的这个vector呢 因为想想看 因为sequence之间是有dependency 我们在处理这个 用linear work 我们不能把这个sequence 固理看 我们得像要linear work 记住以前的这些sequence的一些信息 使得呢 它能产生出的output呢 是考虑你这个整个sequence 而不是单一个输入 那么它有一个 它和一个 后面会讲的它有一个特点 其实和CNA特别像 就是一个weightshelry 就是我们每次 每一步的时候 都会用同样的 周围数 也会用同样的这个网络的weight 进行迭代 那么我们说一下非常简单的 Vanina这个 循环行业网络 也就是说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式子给展开 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fw变成了刚才我们讲的10h 就是这个几乎函数 然后我们在t-1时刻的隐含的这个vector 通过whh wh就是从隐含 从hidden layer到hidden layer 这么一个feature function 我们转化成一个vector 然后这个xh就相当于就是说 在t时刻 我们把输入变成了一个新鲜的hidden vector 我们把这两个一个旧的vector 就hidden vector state vector 和一个新的输入的这个vector呢 加在一起 然后通过几乎函数 我们产生那个新的state vector 你可以把理解为是一个 吸纳这种新的这种input的信息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最后这个呢 相当于通过的传连接层的facial的转化 我们把这个hidden state 去让它去产生一些observation的 去产生一些observation的实际的一些值 observation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有个hidden state 其实我们实际上是在这个 rn这个绿色的box里面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我们要我们其实不关心 你到底hidden state变什么样子 我们只需要关心你这个输出是什么样子 那么要通过一个另外一个局 我们可以对那个facial transformation 把这个hidden state转化成这个输出的 这个output vector 也就是我们这个YT 那么这个YT其实我后面会讲 就是YT我们可以通过一个softmax 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把它变成一个distribution 然后我们可以方便我们去选择 到底是当前输出是哪一个字 哪个word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些 讲完这个绿色疯狂里面这个hidden state 那么还有一个拐过来的箭头 其实通过这个图看了是很不清晰的 比较抽象的 那我们先把它展开 我们展开 我们也通过例子 什么例子呢 现在我们就是说 我们给定一个单词的首字母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corpus里面 比如说我这个vocabulary里面 都是和这个原始导天家族有关的这些word 那么我希望通过预测第一个g这个start 我们把整个word全部给预测出来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初始的这个绿色hidden state 我们可以非常自然的设为全是0 首先我们讲一下输出输出 输出输出是一个vector 是一个五维的vector 为什么是五维的 因为我们假设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字嘛 就五个字符 那么五个字符 那么就变成五维的呗 然后这输入是五维 输出也是五维的 那因为我们要预测这个 还是在这个 我们假设这个vocabulary 就是这五维的字符 我们要选取那个最高的这个概率作为这个输出字符 所以五成五的 然后这个hidden state呢 我们设备假设三维的 那么我们初始的这个hidden state 非常自然的就应该是初始化全是0 为什么呢 就一开始什么信息没有 所以hidden state是0 那当然了 这个肯定还有其他一些initialize的方法 但最常用的还是全是0 然后第一步我们比如说G 我们把它转化为一个01向量 然后呢 它通过这个whx这个矩阵 变成了一个vector 那这个vector和这个0相加 那成为一个新的vector 然后在这里面通过一个activation function 我们产生了我们这个新的hidden state 那么这新的hidden state有两个用途 第一个作为我们当前这个step 在我们的输出时候 我们要用通过的hidden state 产生一个输出的optive vector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用作接下来 把我们的新的hidden state 在接下来一步 就自然而然变成了old state 那么现在假设我们在非常理想情况下 我们输出的是这个0-8 就是第二个字符 假如它是0-8概率 那么选它最大的 那么对应到这个vocable index 就选这个e 那我们把这个当前的这个输出 作为现在的这个输入 同理 我们产生出来这个n 一此类推 我们最后产生出就是把这个 刚才我们拐弯那个箭头给展开 拉直 实际上呢 它这个看上去非常简单network 然后变成了一个network sequence 那么现在就讲一下 RN在TESFLN的实现方法 那想要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矩阵 刚刚要提一下 就是在这过程中 我会发现 这个每一层这WHY 我们都是相同的 这WHH都是相同的 这WHX也都是相同的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对RN 对神经网络做的一个非常强的这个限制 你每一步用的网络参数 它基础几乎数 那都是相同的 那这个intuition呢 第一个呢 就比如说就是 减少你的primit的数量 使得你 你能去tune成功一个循环神经网络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每次我们看character的角度 就是我们必须把它一视同仁嘛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是建一个computation graph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网络输入 placeholder这网络输入 这个呢我知道里面有一些可能不熟悉的变量 但今天实在是没时间讲 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也不是下一次 就有机会再讲 那么这个首先这个x就是我们的sequence 那么这个y呢就是我们输入sequence y就是输出sequence 那么可以看到和刚才我们这个image输入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什么呢 第一个batch size一样 所以我们这次更新的话要用多少个sequence 我们的sequence的强度就是由这个 叫truncate propagation length决定 这个truncate propagation是一种是你训练 循环神经网络的一种方法 咱们今天就先不说了 然后这个inbedding size呢 相当于就是你这个vector的长度 每一个输入每一个输入的vector长度 那么这个y呢同理差不多 然后initial state 这个是由我们也当初的输入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 但是你甚至可以把它变成个variable 然后让网络去自己train它这个initial state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网络的一些其他变量 就我们刚说的是因为是网络是共享参数 每部是共享参数的 所以它只需要一个从输入变成hidden state 和从hidden state变成hidden state 把fold state变成新的state 以及把一些当前的新的state变成一个输出的一个vector 这三个主要的主阵是共享参数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假设我们current state 就initial state 不用说 那么我们刚才这个input series是怎么来的 input series是通过这个tf.unpack的这个工具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这维度给展开 就是说你把除了这一维度 你其他维度全部揉成一个矩阵 我说说 揉成一个vector 就除了当前第一维 那么你的零 第零维和第二维都揉成一个vector 然后我们把这个vector就是reshape reshape成原来这个batch size和这个 就是你这个word vector的长度 然后我们把这input 和刚刚我们说的把这input的转化为hidden state 叫input state 这样比较贴切 不然和刚才那个会混淆 然后我们这时候把input state和 current 当前的这个paten state加在一起 这个代码写的有bug 破坏了就不对齐 就我的问题啊 我这写差了 应该是这个input state加上这个current state 然后 这个current state其实要通过一个 我再一下 我们current state通过这个hidden state 这个矩阵转换 从旧的state变成了一个 不能说新的state 就是从一个旧的state 转化为一个intermediate中间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通过吸收这个 新的这个input state 它由current state 就是从旧的这个state 实现了到这个新的state 这个自我升华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加上这个机构函数 加上这个机构函数 我们生成了一个新的hidden state 那么我们把这个新的hidden state pain了这个list里面 这是为了我们后来去计算整个output 做准备的 那么当然 这一轮我们把这个 我们新的state 附给我们这个相当于current state 相当于是old state 虽然我们这个是 这个在Testleflow里面 实际上已经帮你去 展开成一个非常长的那种graph 因为是build的一个graph 然后我们就从刚才我们的这个state series这个list里面 去把所有的这个hidden state的拿到 然后 让它去产生一个新的output state 就output vector呢 再通过一个softmax 我们转化成一个prediction的这个distribution 然后现在我们去run这个计算的这个图 其实大同小异 无非就是说我们每次在选取的时候 我们的输入不再是单一的 我们的输入呢是一个sequence 原来输入可能就是一个单一的word 或者单一个图片 那么现在就变成了一句话 那输出也变成了一句话 然后preddict呢就是把我们的xy送进去 然后把这个我们处置画这个处置画的hidden state送进去 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cun和rn的这个区别 和一同点 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 就是对网络他有很强的这个constraint 网络肯定有一部分是共享他这个参数的 那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这个网络model的复杂性 使得他的training比较成功 因为如果你网络太复杂的话 你第一个需要你更多的这个data 第二个training也非常慢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他很容易在testdata上表现的不充分 因为他太复杂了 他把data里面的一些不是规律的noise 也给学进去 第二个呢就是cun是适合干什么呢 cun比如说是给你一张在spatial data上面 他是适合去去找一些比较相同的一些特征 因为我们看他conclusion 他这个filter在这边移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他每次移都是用相同的位置去找类似的这种feature 那么他通过几个不同的filter 去寻找这个一张图上面不同的这种feature 然后通过后面的这个 寻找这种feature是local feature 通过他这个全连接层把这个local feature 融合成一个global feature 那cun是通常来说是适用于这个image和video的 那么这个循环神经网络 刚才我们说的它不同于其他神经网络 因为它有一个隐含层 它有一个隐含变量 它能去记住你当前要预测这个词前面 这个sequence的信息 那么它可以适合去model一些sequence data relationship就是它的一些dependency 所以通常是适合于我们这个nrp 就是比如说text或者是一些speech recognition上面 但是我这么说也不是绝对的 那比如说那有时候cnn也可以用于作为这个text方面的这个feature 可以用作于text 为什么呢 你可以不相当于你把text当作是一个一维的image 那么它可以去通过这个它的filter 从二维变一维来捕这个text上面的一些pattern 作为feature instructor是非常好的 那么同时呢 这cnn其实也可以去用作image 那作为image的话 那相当于是从一个低维的上到高维的 那么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原本我们的cnn可能要是从左向右去扫这个text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换到这个image上面呢 我们肯定是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 或者从下到上 或者从右到左 这么四个cnn去capture这个每个点像素的这么一个feature 我只是稍微提一下这个呃 他们其实可以互换的就是task其实互换 但是但是需要一些trick 但是我就不展开了 然后最后就是说他们也同样可以结合在一起 那么就讲到我们一个application就是image caption 那么我们现在有两幅图 那么我们现在有两幅图 这两幅图其实都是用这个呃 cnn加model cnn加rn的这个model去实际产生的 就是呃 有一幅图是wikipedia 黑一幅图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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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边从哪找的 然后那个呃 第一幅图这个我们看到描述的还算比较的清楚 就是一个人从那个雪山下滑下来了 那第二个呢 他描述其实正确的 但显然他其实没有读懂这个呃 这个image到底在干什么 对吧 其实在拍憋照 他其实没有没有看懂 但是说说明其实这个image captioning呢 现在也不是非常的成熟 虽然有些应用 但是它的效果还不像这种 image calculation精细度那么高 但是也也因为本身这个难度 这个task难度非常高 那么这是个呃 当然前提说这个做image captioning呢 它有很多种架构 我选择这个相当于是最简单的一种架构 那么简单就是把这两个呃 呃 这个CNN和RN给结合在一起了 那么可能大家在图上面看不到任何一个 我没写CNN和RN 那么我因为我想最可能的这个还原这个实际情况 那么我们CNN在哪呢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花里胡哨五颜六色这个 这么多一个复杂的网络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CNN 那只不过呢 它有共同的是呢 它不再是传统的就是一层超一层 而是可能它几个filter呢 它会把它接在一起 就是呃 几个filter产生的结果 我们把它concatenate 拼在一起 产生了一个新的 新的这么一个factor 然后并且它在filter size 就是它这个filter size的选取上面 也有自己的一些制定的一些规则 这个就不多说了 那么它这个model原型是什么呢 是是google net 也有个叫inception的 第三 v3 就第三份的model 呃 第三版本的model 那么它相当于是帮你从image 呃 转化成了一个image vector 你可以记住 就是你把这个非常巨大的这个filter 里面全是filter 没有任何的级级级层 全是filter 你把这个这个巨大filter 就理解为从image上面 你摘取了一个呃 提取一个facial 把它转化成这个facial vector 那么右边这个 刚刚长得非常相夸 那我们暗恩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中间这个叫lstm 我们可以忽略它 你可以就现在方面理解 就把它变成暗恩 lstm只不过是一种帮助 我们去成功训练RN的 这么一个网络结构 它能更加成功去训练RN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s0 s0 我们可以通常 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start 就是一句话开始 这么一个符号 就告诉你 你现在是这句话开始 这么一个符号 而这个呃 呃 pn 可以代表你输出就是告诉你 我这句话结束了 你就网络就不再去呃 产生 呃 不要不再去把它当成下一层的这个输入 去产生新的这个word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简单就是说 把这个呃 image vector交给第一层的这个lstm的输入 那这个它没有任何的输出 那这个它没有任何的输出 呃 说我不应该用stm 交给RN 就是输入 它没有任何输出 然后把这个hidden vector传给下一层 然后紧接着呢 然后紧接着呢 这所有操作 就和我刚才讲的RN 举的那个呃 生成那个单词的例子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就是呃 我们现在这个 连接这两个呃 通过就连接这两个CNN和RN 我们通过的方式是我们把这个image 转化成一个像 类似于word的这么一个vector 就是把一个image vector 转化一个相同 image转化一个相同长度的这么一个vector 把它从image空间拉到这个word的这个空间 那么它和LSM相连 哦 又说了 它和RNN相结合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呢 是作为这个RNN的输入 第二个呢 是作为这个RNN的initial hidden state 那假如我们的initial hidden state和的word hidden state是一样的 情况下 那么到底用哪一种是比较好呢 那其实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两个应该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我们说RNN的hidden state 我们一般就是 你在这个例子也是 就是我们把它设为全是0 那么一开始它其实是没有用个信息的 但是信息只有这个image vector的信息 那image vector这个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输进去以后 其实再让RNN变成了下一层 这个我们真正LSM开始 这个initial state 那其实你把这个image vector 放成这个第一层的这个initial state的话也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相当于第一个这个RNN这个cell就不要了 但是实际过程中把它当输入的话 写代码的话是更加容易 然后今天我这个算是讲完了 然后今天有很多 我非常感谢大家听我这边在巴巴巴的讲了那长时间 然后我也严重超时 就是非常sorry 然后但是今天我们依然有很多东西没有看不到 那比如说刚才想说一个loss function 我们怎么定义一个网络的一个loss function 说这个loss function除了我们softmax以外 其实有很多其他方式 这些方式其实在往往在实际效果中呢 用的比较softmax要更好 我们在论文中其实像你能发现就是很多人 其实是把一个loss function给改了 他其实就发了一篇paper 那第二个是trane这个neural network 那我trane的就是讲这个neural network 其实不是简单的说 它的back propagation怎么trane 那比如说就我们这个做这个image captioning 这个trane的过程中 其实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为什么呢 这稍微讲一下吧 就是首先它trane过程中 它把这个image这个网络 它是把它冻住的 freeze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google 已经在image那里trane了一个特别牛逼的model 它已经做到一个对一个image vector做到一个非常成熟的extract 那么我们现在这些rngsale的wait都是很原始的 那都根据我们实际的这个caption去决定的 那么我们不希望用这么原始的这种wait去破坏它这个image的wait 那么我们首先把这个image的wait给动 也就是说到这边到此为止 你这个wait gradient是传不进来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 首先我们先把动作情况下 先通过它整个文本的text去训练整个inn的这个wait 然后训练完这个inn的wait以后 我们再把它合在一起 在最后进行一些finition调整 把这个整个image和这个text的对应 让他们joint去再去trane的这个最后的这个model 那当然还有其他joint的trane的方法 这个becover 那最后一个是regularization 就是regularization其实就是一个减少 我们刚才说到刚才sharing这个wait 是一种减少网络的复杂性的一个 这么一个technique 那当然这个regularization也是一个这么一个作用 就为减少你的网络的复杂性 使得因为网络的这个neural network 你在trane上面出完以后 在test上面表现 依然能像那个trane上面那么勇勇 就是它的这个作用 ok 那今天就算讲完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个讲三分钟 然后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大家也讲了两个小时给老师一点休息的时间 让他看看我们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Q&A部分给老师提问 然后接下来会放一段视频 有兴趣的学生可以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泰格的课程负责人ada 那么大家也发现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前景 是非常广阔的 对于AI工程师招聘的需求也是予日俱增 因此呢泰格全新推出了DS502 AI工程师直通车 那么下面就由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门课程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这里有我的邮箱 那么在课程主页上大家可以看到 对这个课程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大纲 我们整个课程呢是分为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是深度学习TensorFlow和CAFE的强化训练 那么在第一个阶段中间呢 大家会学到关于深度学习的最基本且重要的知识与概念 然后我们前两周是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些深度学习的模型 并且用TensorFlow来实现它们 后两周我们会学到其他的一些深度学习的基本模型 并且用CAFE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实现它 所以通过第一个月的学习 大家能够同时掌握两个深度学习的框架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月的课程的安排 第二个阶段也是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会用第一个月所学到的知识来做一个实战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深度学习的人脸分析与识别项目 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呢 同学能够用CAFE来部署深度学习网络训练模型 并且做出一个能够识别人脸真实的工业级别的项目出来 并且探究这个项目在真实场景中间的运用 那第三个月呢是一个capstone的项目 学员将会被分成不同的track 那大家会针对自己的一个需求和学习的程度 来选择自己的项目进行实战训练 等同学们完成了第三个月capstone项目以后 课程组会请来硅谷一线大公司的manager 来看大家的项目presentation 并且进行评审 报名了的学员还能享受一次flag公司级别的30分钟的模拟面试 那我们这一门课呢是请到了非常重量级别的老师啊 他们都是在硅谷这个人工智能行业方面的专家 我们相信大家通过这三个月的学习一定能够收获满满的 那我们的这个课程呢是全程在线直播的形式 如果大家想要参加第一节课 因为我们第一节课呢是免费公开的 你可以把你的简历发到我的邮箱里面 这是我们课程具体的时间安排 那一共是三个月 每周呢都会有四次课 值得一提的呢就是 如果你报了名以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电子书 电子书里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资料啊 就涵盖了面试中的方方面面 那我们这个课程电子书的资料呢也是不断更新的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 如果对这门课程感兴趣 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来给我发邮件 或者是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来咨询 嗯好那我就先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好的如果大家对刚刚的课程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屏幕的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课程负责人 嗯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QA环节吧 我先看一下前面的问题哦 有人问就是有没有3D的可供逐程 是有的 就是对于你做video 用CNN的时候是要用到3D可供逐程 然后关于大家说的那个padding 有人说就想再说一下padding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 就现在我们假设现在这个我们不长是1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这个filter的size是3乘3的 那么假如我们那个padding选的是same 那情况下我们这个时候呢 需要在他这个image的一圈再加一圈 这个格子 这格子里面的值呢就全是0 0就代表什么信息都没有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从新加的那个image 按照这个如图所示这个滑动 这么滑动 那么也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image呢 从5乘5通过padding变成了7乘7 那么7乘7怎么算呢 就是说我们input image是7 然后减去他这个filter size是那个3 对 然后是4 然后4的话因为我们stripe 对对对对 7减去3等于4 对 因为我们的那个filter那个stripe就是不长 是1 那么4除1 也就是说最多 有能生成4个这个output 就4个数 再加上原来我们没有动过 没有动一开始那个没动嘛 那个filter 那就是5 那就是说就是公式 就是公式就是你input image的size 减去你这个filter size 除以他们的差除以这个不长 再加上1 那么算出来就是5乘5 那就是通过padding 我们把一个原来image5乘5的来变成同样把它变成5乘5的保留 这样子我们就保留了最外面一圈的信息 然后filter矩阵是不是一定对称的 一般来说filter的矩阵 一般是3乘3 其实最好是3乘3 5乘5也有7乘7 再多就不行了 这个weight太多就没有优势了 对 然后呢 这个一般是基数 为什么基数个呢 因为我们算完那个数 其实是怎么说呢 就是相当于是在你的那个filter里面最中间的那个点 这样你上下左右对称的 这样信息分布的不是比较均匀吗 然后刚刚有同学说这个32是怎么理解 就是32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我们一个独卷的image是pixel 那pixel的话就是在乘上面就是它的宽和 长和宽都是32个pixel 那就是32乘32个pixel 那一般的image呢 它可能有三个信道 那就是32乘32乘3 这么多一个pixel 我们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个卷积层啊 卷积层就是说我们想要 首先我们需要摘取一些local feature 就是你有一个特征的二维特征空间 或者一维的特征空间 我们需要去先寻找一些local feature 然后并且呢 会寻找一些或者是一些非常相似的pattern的时候 我们用convolution layer的话 第一个是更快 第二个用的参数 就是不容易overfitting 不好意思 本来不想讲过多的一些名词 但还是讲了 就overfitting就是 意思就是说你在train上面表现非常好 但是在tats上表现非常差 所以说我们这个用cns的话 比这个全连接层好的地方就是不容易的overfitting 有一个同学问是同一层的不同filter 必须是相同的height层外 就是长幅宽嘛 这个问题特别好 实际上就是肯定是不是的 不一定的 这也特别怎么说呢 就是呃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个7乘1的filter和1乘7的filter 结合了各位什么也分开呢 其实你可以通过算一下这个filter这个parameter数量 会发现它这个filter这个个数 用的parameter是远远小于7乘7的 那还有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每经过一次filter出来的那个output 不得经过一层激活函数吗 那激活函数其实就是增加了一层你的这个非线性的这个 非线性的这么一层 那增加一个非线性 刚刚说的非线性的power比较好啊 那那肯定好啊 那就是说我们既就要既减少了这种计算量 我们都又通过这7乘1乘7这么一个间隙 增加了一层nonlinear的特性 那么肯定我们这个模型 虽然parameter减少了 但通过非线性我们把这个能力也提高上去了 那么那么我们这个更不容易有非线 DeepLearning这个每一个class多少张图比较好 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吧 这我也不太清楚 Softmax Softmax其实刚刚说就是一个logist regression 的一个general泛化 就是说logistic regression 传统logistic regression是binary 当然我们可以用 也有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就是很多个那个logistic regression 组成one verse two的这种multip classification 那么Softmax就是从二维变成多维的这么一个应收 就对比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 multinomial 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呢 是适合那种你的输出呢 是有overlap的 就比如说你一个你这个输出 你是可以有多个label的 那不是护持的 并不代表你这个输出标完这个label 是不能标其他label 而Softmax呢是个护持的 也就是说你这么这么一个label 那只能只能是对应那个label 一对一的 那所以它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个概率分布 因为概率分布相当于是这个护持的 然后卷积的 卷积的时候每次滑动两个这个grade的这个卷积结果呢 等价于这个每次滑动一个grade的卷积结果 我再把结果进行sampling 这个其实对 再重复兴问题 就是说假设现在把卷积从strace 就布成从滑动一次变成滑动两次的话 那是不是它等于是先做了一些 先做了一次的这个滑动一次的这个卷积 以后再进行它这个数据压缩呢 对这个是对的 但是它不等不等同于pulling 因为pulling的话 直接是把我们这个fuel size里面 除了那一个点以外 其他点全部给扔掉 那这个我们相当于是比较平均的 在linear combination过程中呢 我们linear combination 我们附近这一圈的这个overlap会比较的少 同样是这个压缩还是一点区别 讲座PPT可不可以公开 对公开我可以 因为本来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有一些什么图 都是决自于互联网的 这回合社会很正常 然后输入输出程度不一样 输入输出程度不一样 如果是放在这个 你应该讲的是循环神经网络吧 因为神经网络本来就是可以以多对多嘛 所以你这个输入输出程度不一样是无所谓的 自学习习习习科学家 其实我觉得是肯定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吧 这个因为我觉得本身这个neural network 你入门的话 遇到运用到的数学知识并不是很深 可能我觉得你学习这个neural network 这上面的这个概念嘛 比你学习一门这个语言 变成语言要还要容易一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数据科学家的话 你必须要就是熟练掌握 就是具备一些soft engineer的基本素质吧 就是你也要掌握几门 就是熟练的这个programming的language 对波音波音现在我是在下读波音 然后我现在没有取得公民身份 文本分析text mining有很多比如说 最简单就是你把一个unstruct text里面去提取一些keywords 因为keywords都属于是不同类别的 然后相当于是简单叫name entity recognition 相当于是你把这个text里面抓取一些你认为事先 你已经predefined好的一些单词的类别 然后你把这些重要的单词归归类 你归完这个单词类以后 你下一步会做这个叫relation instruction 就是你不同的单词之间 就不同的类别之间的词之间会存在一定关系 就举个例子 那就比如说航空log里面 你首先要通过这个name entity recognition 你找出比如说飞机上面一个零部件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一个components 那么同样你可以找一个飞机上哪块地要坏掉 那么叫做一个condition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components condition the relation给找到了 那我们就知道你这个component 飞机上这component发生了什么样的condition 那么相当于你相当于就是抓住了这个 这个log里面的核心关键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对应的一个text mining的一个应用 最后一个同学问输出的翻译和标好的why 是怎么定义这个loss function 这个对就是那么稍微展开就是 这个loss function有两种 第一种loss function 就是假设你不考虑整个文章的dependency 也就是说你把每一个输出的y都当做是独立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算出来一个和真实的y 这个y之间 你会有个叫 怎么说可以叫一个 叫一个dynamic叫time working 这个反正总之是你可以用一个dynamic programming 去选择一个alignment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最好alignment 这个输出的输入之间的这个差距 这个值可以通过这个如果是用softmax的话 那你可以通过叫cross entropy这么一个loss function 去算出它们每一个对应的这个点的这个loss 把这所有loss全加在一起 然后再进行plat propagation 对我具体名字就不说了 然后我这个我计算机对我是 我是卡内基·梅隆那个自然级专业毕业的 对 对 是ListX as Decent 但是我们算的是它这个 就整个这个alignment 就是整个这个你输出的这个 output 和你实际的这个你会有一些对应的关系 但是你对应的其实你有很多种对应的方式 那你把每种方式你都算个loss 把这所有alignment的这个loss算出来 就是你总的这个loss 然后我们再算具体的每一个word和word之间loss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cross entropy算出这个loss 这个loss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最大次然概率 就是说你我们把这个输出的alignment和你实际的这个alignment呢 那个会有一个他们俩之间会有一个存在的一个最大概率 就是最大自然概率就是你多少概率是可能是这个lignment 由这个lignment产生出来的 然后把所有可能情况全加在一起 那么把这个这个最大自然的概率呢作为它的loss方式 Cost function Cost function Cost function 对 然后有同学说那个 对我还玩一个同事也是来这边做过讲座 他比我厉害 是我同事 对 行行那今天就讲到这 我给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